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收到一个同学的问题 是很好的问题 他想要做一个客制化的 UI Table View Cell 客制化的UI Table View Cell 我们在课程里面有提到过 不过因为举的例子很少 所以实际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就像同学一样会碰到问题 这是同学的问题 他想要在UI Table View Cell上面 加一个开关 像这样子 那我有给他一些意见 这样子建立一个 UI Table View的籍类别 然后在这个籍类别上面 加上开关 好 这样子 那同学也真的做了 然后做的 我觉得做得很好 不过还是会有点卡关 那我就来录这个短片 来回答同学的问题 那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来问我 我就会先用文字回答 如果发现真的会卡关的话 我就会录一个短片来回答 那这就是现场录的短片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结巴的话 或者是讲错的话 大家就多多包涵一下 所以为了解决同学的问题呢 我自己开了一个新的专案 在这边 做一个 Table View Controller 你看我的 Main Storyboard 这边有一个 Table View Controller 这样子很简单 就是讲到目前有一个 PortoTiCell 目前什么 什么开关都没有加上去 这样子我想要 然后呢 它的类别呢 是My Table View Cell 在这边我有设定 我还没有设定吗 在这边我有设定 它的类别是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 这样 我在哪边有设定 在这边吧 对 在这边有设定 它的类别是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 所以这个是 它的类别是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 跟这个程式码做连接 那我就先来做一个 基本的 Table View 所以要做 Table View的话 我先要帮我的这个 PortoTiCell 这边加上一个ID 那等一下呢 我们要有一个 很特别的 Table View Cell 上面有开关的 Table View Cell 那我们现在这个 基本上面 现在这个基本的 这个没有 我们这个没有 开关的这个 Table View Cell呢 我就来帮它 加一个ID 帮它加一个ID 是在这边加 在这边 加上一个ID Identifier这边 把这个ID 命名成No More Cell 所以这个 这个很普通的Cell 叫No More Cell 它的ID是No More Cell 如果我们要产生 这样的一个 Table View的话 我就回到这边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这边 然后说我们要 设定一下 我们要显示 多少个Section 我们显示一个Section 那我们要显示 几个Row 在这个Section 有没有几个Row呢 我先显示五个Row OK 那接下来每一个Cell 要显示什么文字呢 我就用课堂上面 教过的 用这个Table View Decurizable Cell Identifier是No More Cell 因为我们刚才设定了 这个No More Cell 所以就可以用 No More Cell 来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Table View Cell 那我们来设定一下 它要显示什么文字 Cell.test Label.test 是iPhone 就应该会回传 有五个 显示iPhone文字的 这个Cell 试试看 所以我自己在做 我自己的App的话 都会先这样子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来试试看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没有问题 我们就显示 五列的iPhone的文字 那现在大家看到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是这样 这个iPhone这边 第一列跟上面 这个Status Bar 状态列很接近 状态列有挡住 这个第一列这边 所以如果你想要解决 这样的状况的话 有好几种方法 有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Table View 整个包在 Navigation Controller里面 他就帮你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如果你不想要 包在Navigation的话 你不想包在 Navigation Controller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设定一下 这个Table View的内容 比方说我可以这样设定 Table View 有一个叫做 Content Inset 然后设定它的内容呢 所以它的内容 离上面 Status Bar 有20 从上面20开始 然后离左边0 离下面0 离右边0 这个意思是说 我想要把我Table View的 这个内容呢 往下移动20 这样我们的状态列 就不会遮住 我们的内容了 我们来看看 所以没有问题 现在的状态列 就不会遮住 我们第一列的内容 这样子 我们就先顺利地 做出了一个 很基本的Table View 那现在我们来 就来做同学的 这个很特别 这旁边有一个 UI Switch的Table View 到我的Story Port这边 那选我的Table View 那本来的Prototype Cell 是一个 我现在把它变成两个 所以就两个Table View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这边 那下面这个Table View呢 我们的ID 我们就等一下要放Switch 我们现在放好了 我们在右下方搜寻Switch 所以这个是 很特别的Table View 旁边有Switch 开关 然后可能 左边 我们来放一个 文字标签 Label 这边 OK 好 比方说 我把这个文字标签 设定成 让它显示叫Setting 所以我有两个Prototype Cell 一个是这个 上面这个 No More Cell Identifier是No More Cell 就是很特别 很一般的文字 这样 No More Cell 那 下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把这个 这样比较特别的 这个Table View Cell呢 把它取一个ID 它是很特别有Switched 我叫做Switched 我叫做Switched Cell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有Switched 叫Switched Cell 那我们可以帮这个Switched Cell呢 把它加一个类别 不过在它类别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看我们可不可以伸出这个 很特别的 ID是Switched的这个 UI Table View Cell 所以我回到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这边 所以我现在呢 Section 设定还是一个 那Table 这个Section里面有几个Raw呢 我就先设定是一个Raw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设定说 这个只有唯一的一列 要显示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就要显示 要伸出来是有ID是 有Switched Switched Cell 然后把这个 Test Label先删掉 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会伸出一列 然后有开关的这个 Switched Cell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现在没有问题 就有一个 Switched Cell 在这边 不过 大家看到这个 开关呢 好像跟我们设定的不太一样 开关 并没有 真的很靠左边 因为我们还没有设定 Auto Layout 我们来设定一下 这个开关的Auto Layout 选到Story Board这边 选到这个开关这里 我们来设定一下 Auto Layout 要设定 让它距离左边 比方说距离左边20好了 设定一下 距离左边 15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距离左边15 然后让这个 让这个开关置中 所以 Vertically In Container 然后来选一下 这个Update Frame 所以这样 我们来试试看 现在 设定以后 我们开关就应该会 离左边15 这样 这是我们想要的 就比较离左边 15 OK 好 那现在我们要抓住 这个开关的动作 那我们要抓住 开关动作的话 我们要帮这个 Table View Cell 新增一个类别 才能 把这个 Table View Cell 连接到那个 类别的程式码里面 才能抓住 这个开关的动作 我们来做这个 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在这边按右键 New File 新增Coco Touch Class 那新增一个 Table View Cell的 类别 那我叫做 Switch Cell OK 这是我的 Switch Cell Replace 好 这是我Switch Cell 我有个自定的类别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 这个Cell 跟刚刚的Switch Cell 我们新增加了程式码 做一个连接 怎么做呢 在这边 在Class这边 把它选成Switch Cell 这样 这个 Table View Cell 就是Switch Cell 我们就把程式码跟 Story Pool 这个 Table View Cell 做一个连接 做好连接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颗按钮 连接到我们的 Switch Cell 的程式码里面 选这边 选这个叫 Assist Editor 我们现在就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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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witch 这个开关 连接到 我们的程式码里面 一面按着 键盘上面的 Ctrl 一面拉拉拉拉 拉到这里 那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是要 拨动开关 拨动这个Switch 就要触发 这里面的一些程式码 所以我们在 连接这边 选Action 名字叫做 Turn Turn On 或者叫做 Switch Action Type就选 UiSwitch 就按连接 Connect 所以如果 拨动这个开关的话 就会执行 这里面的程式码 我们就来判断 如果Sender IsOn 等于True 如果是被打开的话 我们就来 应出 现在Console 应出 On 那如果拨动开关 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的时候 这开关是关起来的 我们就应出 Off OK 好 我们来试试看 按下Build 所以我拨动这个开关 就会应出Off 跟On 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Table V-Cell 也跟这个开关 也跟这个程式码 都做了连接 而且也正确地 达到它应该要达到的功能 好 那 接下来下一个动作就是 怎么样让我们的 Table View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 知道我们真的有触碰到这个开关 因为目前如果触碰到开关的话 是会呼叫 Switch Cell 这个类别里面的这个方法 那我现在同学的问题 现在才到 真的是同学的问题 同学问题是要问说 怎么样让我们 Table View Controller 知道 Switch Cell 有波动开关 这有好几种做法 那 其中一个我们有教过的做法 就是让 My Table View Controller 这个类别去服从一个协定 怎么做呢 我来教大家 这也是我为什么来 录这个短片的原因 比方说我们在这边 写一个Portocall 写一个协定 然后这个协定叫做 Switch Cell Delegate 这要做的是 如果 这边要 规定一个方法 所有服从 这个Switch Cell Delegate 的类别 都要 都要实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 Turn On 因为它是一个Portocall 所以它 不用实做 这样就好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Switch Cell这边呢 加一个 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 Delegate 那什么 什么类别能够 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 Switch Cell Delegate 这个属性呢 是所有 只要能够服从 只要服从 这个 Switch Cell Delegate 的这个类别 就可以当我们的属性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Portocall 重新命名一下 Portocall的第一个 Portocall的名字 第一个字 要大写 这边 改成大写 那我们在这边 把我们的这个 属性呢 这个形别 规定 所有服从 这个Switch Cell Delegate 的类别 都可以当我们这个Portocall的属性 都可以当我们这个 Delegate的属性 那我在这后面 加上一个问号 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用 我就不用做 初始化方法 不用初始化 这个值 因为它是一个Option 可能有 可能没有 所以我们不用初始化 这Delegate 这个值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新增加一个 新增加一个协定 然后在我们的Switch Cell 这边 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是服从 这个Switch Cell Delegate 这个类别 所有服从这个 协定的类别 都可以当我们 这个Delegate的属性 然后当我们开关 开货关的时候 就去呼叫 现在就除了 印出On跟Off以外 我就不要印出On跟Off 我就呼叫Delegate的 Turn On 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要 我现在想到了 我们应该要加一个 加一个布林值好了 这边 我们加一个参数 行边是拨 所以如果是打开的话 我们就放True进去 如果是关起来的话 我们就按Off进去 所以之下 我再 不是Off 是False 所以我再解释一遍 所以我们开关 拨动这个 Type of Cell的开关的时候 小改一下 True 所以我们再 我来解释一下 所以我们在拨动 Table of Cell上面 那个开关的时候 就会执行这个程式 所以如果 开关被拨动的时候 拨动是开的状态的话 就去呼叫 Delegate Turn On 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True 当作参数 传进来 如果拨动开关 开关到最后是 关掉的话 我们也会去呼叫 Delegate的方法 什么呢 呼叫这个Turn On 然后参数 带False进来 所以现在拨动开关 就会呼叫 Delegate的方法 Delegate是什么呢 Delegate是一个 所有服从 这个Switch Cell Delegate 的这个类别 都能够当我们的 这个Delegate的属性 那所有服从 这个 这个协定的 类别呢 都要实做 这个Turn On 这个方法 好 那谁要服从 这个Delegate的属性 谁要服从 这个Switch Cell Delegate 这个协定呢 那就是 MyTableView Controller 它要服从 Switch Cell Delegate 这个协定 那如果服从 这个协定的话 就要实做 刚才的这个 Turn On的方法 所以我这边 来做一个判断 如果 目前 Is On 是等于True的话 就还是印出 Hello It's On 那如果不是打开的话 那就是关起来 关起来的话 我就要印出 Hello It's Off 那我们来试看 会不会真的 印出 Hello It's On 跟Hello It's Off 所以我们执行程式的话 拨动这个开关 什么事情都不会做 因为我们虽然 服从了这个 服从了这个 Switch Cell Delegate 然后也 实做了这个方法 不过 我们要让 这个 MyTableView Controller 这个类别呢 真的去当 当我们这个 Switch Cell 的这个Delegate 属性 在伸出这个 这个Cell的时候 在这边 伸出了这个 TableViewCell的时候 那把这个TableViewCell 转型成 Switch Cell 那如果可以转型的话 如果 如果可以转型的话 就把我们自己 把我们的TableView 应该是说 把我们自己 Sell 当成 这个Switch Cell 的Delegate 这样 然后回传Sell 那如果 没有办法转型成功的话 我们就直接回传 应该不 是绝对不可能 转型不会成功的吧 那如果真的 转型不成功的话 我们就直接 伸出一个 UI TableViewCell 直接回传 这个TableViewCell 这样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做会不会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拨动 这个开关 拨动这个开关 这个TableViewCell 就会去呼叫 这个类别 就会呼叫 呼叫它的 Delegate的属性 现在它的 Delegate的属性呢 就会是 MyTableViewCell Controller 会是MyTableViewController 所以MyTableViewController 它就服从 SwissSellDelegate 这个协定 然后它有 实作这个方法 所以拨动这个开关 就会去触发 这个方法 印出 Hello is on 跟Hello is off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方法 就是可以让 拨动这个开关 用透过协定 就可以把 开关 开或关 这样的一个 动作 把这个动作 传到 MyTableViewController 这边 透过协定 来让这两个 类别做沟通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是 可能一开始 这开关是关的 那如果我们 把它打开的话 就会多伸出一个 TableViewCell 在下面 我们来做 这样的功能 所以一开始 我们先要把 我们的开关 关起来 到Storyboard这边 选到这个 Switch 一开始 让这个Switch 是关起来的 Value is off 设成off 让它一开始 关起来的 那在这边 新增加一个 新增加一个属性 叫做Row Number 一开始可能等于 1 只有一个Row 那如果 打开的话 如果我们 拨动 TableViewCell 上面的 这个开关 把它打开的话 就把RowNumber 设成2 那如果关起来的话 RowNumber 就设成1 所以如果打开 开关的话 除了设定 RowNumber以外 我们还要让 TableView 去 reload Data 重新读取 这个Data 所以开关的时候 就会执行 这里面的程式 那在这边 有几个Session 还是一个Session 那有几个Row的话 我们就要 有 要有RowNumber 这么多 所以如果 开关打开的话 就会有两个Row 那如果开关 是关起来的话 就只有一个Row 那在这边 产生这个Row 产生这个 TableViewCell的时候 我们就来分辨一下 我们现在到底 产生的是哪一个 比方说 产生哪一个Row 表示IndexPath.Row 如果是等于 0的话 那如果不是的话 就产生一般的Cell 那如果是0的话 就 就会是这样子 跟你之前一样 产生一个 有Switch的Cell 那如果不是0的话 那我就来产生一个 NormalCell OK 然后把这个NormalCell 的文字 设成 show up 然后Return 这个TableViewCell 我来试试看 所以一开始关起来的 只有一个TableViewCell 如果按打开的话 就会多出一个TableViewCell 像这样 这样我们就做出了 开关 可以收合TableView的这个功能 那这样子 是已经达成了一个功能 不过如果要更好看的话 可以让这个 下面这个 这个TableViewCell 做个动画 让动画产生这个TableViewCell 我来试试看 所以如果 It's on RoleNumber 变成两 两列的时候 可以用TableView InsertRoles 要InsertRole的时候 要给它一个IndexPath 所以我们来先产生 一个IndexPath 要插入的IndexPath 是什么呢 是 Role 是第零个Role Role是第一个Role Section 是第零个Section 所以这样我们就产生一个 IndexPath 把它存在 IndexPath 里面 接下来要插入哪一个Role呢 插入 IndexPath 这样子 然后做什么样的动画呢 做动画的话 那就是 选从上面 从上面 Top 这样就做出了动画 把这个Var改成Let 因为之后 这IndexPath都不会动 不会被更动 所以 试试看 所以拨动这个开关的话 就会有一个 一粒也从上面 绣出来 像这样 希望这样就解决了 同学的问题 感谢观看